高雄市林園區的桌遊店則發生雜電鬥歐事件 警方出動了快打部隊 還當下對空連開兩槍控制現場 最後帶回了12個人 警方一到現場嫌犯急忙跳上藍色轎車 想要落跑連車門都來不及關好 但當然沒逃成功 被攔下後雙方人馬還是持續叫囂 警方眼看衝突又要一觸即發 遠景立即對空開出兩槍 起身 火爆場面瞬間遭到控制 回到事發地點 店內物品被砸壞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一旁螢幕也列成蜘蛛網狀 現場一片混亂 7號凌晨4點多 高雄市林園區港普二路一家桌遊店 一次互看不順眼 雙方人馬先是開口互唱 進而引發肢體衝突 殃及店家 人數較少的一方四人皆有受傷 天一亮現場拉起封鎖線 受傷四人送一包扎傷口 其餘肇事八人也一個都跑不掉 通通被帶回派出所偵辦 而據了解這雙方都是前科累累 有毒品傷害等罪名 如今沒在怕又在桌遊電腦是鬥毆 這下恐怕要為自己的逞胸鬥狠 付出代價 記者高雄最好報道